從空拍畫面可以看到有一組人馬爬上貨船的神梯 試圖阻止工作人員關上艙門 根據CNN報導 大約有200名挺巴勒斯坦美國人 聚集在加州的奧克蘭港 希望阻止貨輪離港 原來他們打聽到貨輪運載的是 準備提供給以色列的武器 類似這樣美國各地因為尾巴衝突造成的犯罪越來越頻繁 包含蒙面人進到咖啡廳扯下以色列國旗 另一邊也有清真寺遭到破壞 無毒有藕 在維也納也有猶太人儀式堂被放火燒 為了要化解衝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再度前往以色列和越旦協調 但有專家說他和美國總統拜登 走在一條很複雜的政治綱線上 布林肯第三度為尾巴衝突斡旋 除了重申以色列的自衛群之外 也要推動區域性人道停火 但這個要求已經被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斷然拒絕 美國要怎麼在力挺以色列和追求人道主義中自保 成了拜登當前的最大課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